善道大师给我们说了一句话 前面念过 祝福所以新出世 唯设弥陀本远海 这句话还带了 意思是 社方三世 一切祝福如来 实现这世界 八相成道 修行成道 度众生 用什么方法 无意不实用 尽踪 持明念佛的方法 最后成就的 最后真正成佛的 全是这个方法 善根没成熟 对这个方法不相信 那学其他的 八万四千法门 随便去跳 学其他的 学到最后 真正开悟了 觉悟了 明白了 统统回归了这一门 都在这一门上 成就 你要不相信 你都欢迎你看 华阳经上 学菩萨 不是修 修 修 种种法门 最后成就 都到华藏世界 往生在华藏世界 到华藏世界 文书 谱写 设大愿望 倒归 极落 这不就讲清楚了吗 到华藏之后 还到极落世界 去拜阿弥陀佛 听阿弥陀佛教会 善导了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现象 同归极落 所以 我们对任何宗教 多顶礼 多恭敬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 就跟华藏世界一样 无论哪个宗派 无论哪个宗教 最后都回归 长期关键 都会通过 极落世界